学到正法和其重要 人生岁月里常会遇上迷惑孤单挫折 等需要救助这困境 此时宗教信仰总带给人们平静喜悦 甚至勇气 在这最不助不如意时 成为了最重要的身心支柱 但魔王让许多心术不振的人 正好利用他人的脆弱无知 进行诈骗财色等违法行为 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宗教领域 并无正之境 无法辨别正邪 常为了想尽快得到解药 因此病急乱投医 以至于被欺骗或利用 不仅为能得到救赎 甚至共同造下黑夜 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与绝望 遗害终身 宝佛陀教导众身 因果轮回行善止恶的观念 并强调 以修正行修正法 才能得到寄托 离苦得乐 然而在这纷烂的云代 正邪杂乱难分 常以见其弟子众多 就认为是猛圣者转世 殊不知 只要以十八种责诀 间谍圣凡正邪的法 能否修十八法中的其中一法 显出打标合法险境的相境 并知 此人是真圣者或凡夫 其余什么境界或显现 只是不舍虚幻浮行 而被浮发圣击 数怪力万神之类 如此末法之事 虽乱象平身之际 十足奔出报身佛 能谋第三世得结强佛 真身降世 自佛世至今 真正完整前面展现 现密圆通 妙案五名 佛陀 轻说之佛法的精益妙理 狂正过去也来 因翻译九月 破绽了而易失及错误的法律 让更多人得以德文正法 习得正法 走向真正解脱的道路 已有许多的具体可见 实际的实际证据 让人对佛法的伟大 与博雅鸿身智慧不穷 神起信心 只有真正的佛法 才能让人处理轮回 得到不生不灭的解质大乐 世界上求取财富 获得福报功名 事发上的心愿得偿 亦是满足感官之乐 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许多喜恶之人欺骗信住 说只要听他们的 放现财物 任其为所欲为 即可实现愿望 或以假象口吓 信住 使他们不敢反抗 乘日担心害怕 正当的信仰 应带给人喜乐平安 而非没入恐惧痛苦的深渊地狱 佛陀教导不往 正确地学习修行 才能改变一切 有了正知正见 努力修正自己行为 以至三省 老师修行教踏实地 问贱地迈向雷库得乐 解脱成就的地案前进 尽你这么办 才能立即立人 一起成长及提升 因此学到正法 得其重要